TBS今日快訊要持續帶您掌握 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讓您看到 其實在昨天晚間有澎湖的漁船 大進滿88號 原本是在金門外海作業 但卻被兩艘的大陸海警船 強行登檢 而且還帶往了大陸 根據中時報道 其實當下還有超過十幾艘的澎湖漁船 都在附近作業 只是看到這大陸海警船 在四處的拍照 他們也覺得非常害怕 所以趕緊起往走人 迎免步上大進滿88號的後塵 而是發地點 其實就是在北丁島附近的海域 當時漁船其實正在捕捉小管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突然被帶走 而是發過後 相關的路線網站也曝光了 顯示其實當時的漁船 僅剩一海里就能進港 但是我們的漁船被帶走 到底是帶去哪裡了呢 其實可以根據了這個 ET Today還有自由時報的報導 可以看到我們的澎湖漁船被海警登檢 之後呢是被帶回了這個福建的圍頭港 而船上的六人是連船全部都被扣押下來 但是四方的當下其實呢 又通報我們的海巡 海巡也派了多艘的海巡艇 試圖要攔截 但是呢全部都沒有結果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當下呢是跟七艘對方的船 對峙了長達了50分鐘 但就怕之後這個衝突會再升高 因此呢才停止了這個頸椎 而未來也會透過呢相關的管道來呼籲對方應該儘速呢釋放我國的人船 而且避免這個政治操作來損害兩岸的關心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的是這個政治的議題 也就是基隆市長 瑟古郎的這個罷免案的連數呢 目前呢已經達標了 目前第二階段的連數文件是已經達到了四萬份 是已經超出了門檻要求的一萬份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其實呢這個連數的文件呢 預計呢在七月五號就會送交到基隆市選委會審查 而且最快九月中旬就會展開投票 這公民團體的發言人李燕榮也表示 其實志工現在正在全力的整理連數的文件 會確保這個送交的文件是沒有任何的瑕疵 據民進黨籍的基隆市議長同志偉 則是在臉書上面表示 說現在連數過關了 連數的文件目前先暫時過關 市長呢應該要檢討自己而非跟市民對立 而且也說這國民黨的報復性的罷免 恐怕就是引起地方強烈反彈的關鍵 接著要帶你看到的是台鐵的資訊 先前呢7月1號因為這個花蓮的豪雨呢 其實造成這個台鐵包含這個河仁到崇德間 因為土石流導致雙線不通 不過呢現在經過連夜搶通之後呢 其實在今天早上5點的時候已經搶通了西陣線 而且也都恢復了雙線的通車 首班車C1117次呢就是在今天清晨的5點22分順利發車了 而且在三處呢是降速到每小時30公里來確保行車安全 交通部長林夢彥也有親自到現場來視察 至於台鐵公司則是強調目前都已經完成試車 而且確認安全無余是可以順利來通車 最後帶您看到的是這個台積電這個法說會 終於今年第二季的法說會是要回歸實體了 預計呢就在7月18號會來登場 而這回呢登場第一點在台北的遠東香格里拉飯店 這一次會公布第二季的財務報告 還有第三季的業務展望 而法人呢也估計呢其實這一回台積電第三季的營修 在蘋果iPhone16處理器還有高通 以及聯發科旗艦手機晶片的訂單溢柱下 這成長呢有望會超過10% 甚至呢這個台積電的今年的美元營修預期 也會成長到21%到26% 資本的支出會不會達到320億的美元的高檔水準 其實也是備受關注的 另外其實包含瑞銀 同樣也是看好台積電的目標價 有希望上看1070元 以上呢就是呢這一節的這個快訊內容 繼續把鏡頭交還給主播好聽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我們下載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